世界體育中心 由下星期開始 就會以全新的形式和大家見面 到時我們會繼續帶來 全面又豐富的體育資訊 沒錯,自04年這個節目啟播之後 其實不經不覺已經接近五年 對,在踏入另一個階段前 我們特地將今晚的 最佳表演得主頒給我們三人 替我們跑本地新聞的記者 關家昌、易嘉峰和鄧榮絲 思浪人道在今天 歐洲國家杯的表現這麼突出 我一定要將他得到手 你也會說 思浪在歐洲國家杯的表現這麼突出 皇馬一直都在想針對他 你想要他,你將他付出很沉重的代價 這個我也很明白 我用尼高普尼迪斯加迪比亞路 跟你換,你覺得怎樣 迪比亞路和尼高普尼迪斯? 過了一點點 你怎麼跟思浪如一方中的比 求求你,我真的很想得到思浪 除了他們剛才說的 我再出藍武和沙圍給你 求求你 平時不帶大家去投行,看多就看多了 這次是一中兩劑攤拉茶 既然大家那麼熟,這餐也應該有錢吧 謝謝 我沒有吃那麼多東西 記得付錢吧 這麼難得來到香港 我還想跟傅家仲一起 當然要找他們打球 到我了 打完了 世界體育中心記者,關家昌報道 我一跳都沒打過,打完了 體育舞蹈是今年東亞運會裡 其中一項新生的項目 讓我沒有出去看看甚麼特別 足球可能你和我也會聽 但怎樣才看得精彩 怎樣才看得出神入化 就要問問這位人兄,Mr Wu 至於在三十多度 這麼嚴熱的天氣下 我只會做一種運動 不過最難的一點 就是要記住自己去到哪裡 因為天天駕車去不同的城市 有時連自己也忘記去了哪裡 太小 所以你小心一點 海沙羅頓,對,第二次 看關家昌 阿楓和Wings在現場做拍 發覺他們轉行 不是不吃問題的 去拍戲…我想也行 沒錯,不過他們幾個 跟我們一樣,都是體育癡 轉行肯定離不開這行 今晚節目也過了一段落 記得下星期繼續支持世界體育中心 再見 再見